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马其睿 恭喜 其睿 恭喜 可以 不亏我 看上他了 早就说 他是我会情的人 今天一天感受如何 现在还清醒吗 不清醒吗 那我接下来 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今天若阳来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为期 一个月的实习考核 究竟是 四个人 还是五个人 也会继续观察你们之后的表现 再来做这个决定 所以从明天开始 他会加入到我们当中 那我先说一个让你们觉得 期待一下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次排名的第一名 有两个奖励 第一个奖励是 有机会跟董老师一起去见一个大人物 然后第二个奖励是 他这次的模型作品 会放到公司的门口 会和海边图书馆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展示 那我们可以重做吗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们的建筑师 我们的业主 我们的顾问都会进来看到 所以你们可以内心期待一下 那有成房 我比较关注这个 那接下来宣布这个结果 从第四名开始 第四名 罗贵甫 第四名 我不站起来了 好 谢谢老师 今天谈到那些点 我觉得也是建筑师面临的一个 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挑战 因为你现在刚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 今天认识到这些困难 就是以后的这个考核中 慢慢积累 谢谢老师 那我们的第三名 第三名 李超凡 今天的这个 整个完成的状态 是一个优秀的项目 但是可能在一些 细部的处理上 它还没有处理到 非常游刃有余 或者成熟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商量一下 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明确一个 我们最后的考核维度 在考核维度上 咱们再理性地再放一下 试老化这一点 金子可能它是 想得更细致一些 与长迪的关系 个人我是 因为我觉得刚才 可能更多的是这一点 我可能更喜欢超凡的这一个 汇报上金子的法案 对于周围城市 关系 包括景观 包括公共欣赏 我听到的多一点 敏感度上 我还是同样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差不多了 再接再厉 然后 今天的第一名 这么快吗 这节奏我要疯了 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马其睿 恭喜 嗯 嗯 对 恭喜 可以 不亏我 看上他了 早就说他是我会琴的人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首先他第一次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板子 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在过程中我能看到了三板 同样有尺度有质量碰面的 一个迭代的这个过程 说明他的工作方法 是一个持续的推进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直接化的一种表现 对 而且他是这里面 最早找到他的那个定位的 我现在就是要为你们 修建这样的房子 你就提要求 对于老人的适老化的一个问题 我想从三个环境 简短地去回应这个问题 合理性上 包括细致度上 然后跟场地的关系的理解 是更加准确的 同时他的回应是更加准确的 对 我觉得他可能在我心中是 是今天最好的 谢谢 那已经很明确了 第二名 李晶怡 晶子 他的建筑就跟他的人很像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 而且他能够以他个人的角度 去阐释这个方案 同时这个方案 也通过他的这种情感 能传递给大家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结果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大家 大家调整一下 然后明天上午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项目考核 又考核 做完一个就考下一个 对 他们两天一个设计 这也太 太狠了 然后明天你就要加入了 好的 今天就这样 我们去吃饭吧 吃饭 可以下班 北京院的来了 这一组了 咱们到明次墙那块去 咱们来一个仪式 今天最从容的就是你 我从容的 就是你讲的时候 你插这个刀 我怕我手乱纸 我就擦兜 我没有准备好 我不敢面对这个结果 不看我 你不挺好的吗 皮靠它不是最好的吗 没有 你整个完成度还是挺全面的 挺好的 妈妈 没事 我让你去 你带着去 就敢面对 坦然面对没事 坦然面对 你坦然面对 我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有直接关系 林鹏祥仪 林鹏祥仪 真巧的 林鹏祥仪 林鹏祥仪 是三 杨仪 是五 这是不是我 那个小组的那个女孩 就是公里最好的那个 对 我说你别找我 我就想看你们是什么样 我一点都没辅导他们 但是这个低于我的预期 她在二层的那条通道上 独处的人也并没有 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安慰 不想独处的人 不也得走这条路径吗 安慰了就有绿化 路特窄 有绿化 就还更鞠在那儿 不是就别那么多人来了 所以我开始前一半听 我就说 他可能会要听 要讲外面那个流线怎么来了 大家从外面来互运互秧的 然后中间有一门小路 然后独处从这走 然后就没了 我也体会到他确实 往后的项目 还确实得跟他聊几句 点一下 你要自己完全做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风险 它其实就是通过用它这个大碗 这个窍 来把所有外向性的功能 阻隔在外头 大场景运动是没法抢个独处 那我就靠意境 整个营造一个意境的独处 把这个强调出来 它的逻辑就通了 这个挺新颖的 对对对 我是特别满意 第二是火锅店 首先火锅城这个事 它是按街区做的 我觉得这个 就跟咱们之前的这个预判 还比较吻合 处理成街区了还是挺好的 它的那个空间是从大到小 从闹到安静 是很明确的 这确实出乎 就是原来看那个 看那个作品集 这感觉是偏弱点 这个我感觉反而 它想得很清楚 它这些转折的墙 是真正存在独处空间的 它形成了很多 可以自己就是 躲避视线的这个角落 还是不错的 如果从规划学的角度 这个做的已经不错了 感觉还行 但是我觉得 行也可能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 咱们就是一两天的深度 它还不要求单体要多深 所以在它这个尺度上 你感觉它这个还有点意思 是吧 这个我觉得弱一些 反正功能流线 还有包括这架空行 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 逆袭的那种 然后你我要问一下 第一名的话 向对象见哪位大师 有没有想 谢谢 来 帮我们跳一下 点 翻牌是吗 没事 你选个外国人的话 到时候你翻译给我 包括有翻译 看我 马云士是吗 马云士是吗 好的 好的 好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两个 不是 我们想想 大家发现什么 我们不太听你 一般就是 它是次日抓入一个点之后 无限放大 就是我觉得它能够把这个无限放大 就是在第一个情况里面 可能老师想盖住最后一点 就是你抓哪个点